大壮的手指变了形 他惊恐地尖叫起来 可变形的速度越来越快 不一会儿整个身体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不断扭曲 变成一股清烟 被吸到了棋盘里 二翠一扭头 无数蝙蝠飞了出来 不停地向他发动攻击 吓得他赶紧逃了出去 26年后 小巫迎来了新的主人 兄妹俩发现了棋盘 上面的棋子好像粘住了 怎么弄都弄不下来 只好拿出新的棋子 小美扔出了6点 上面提示道 只要轻轻盯一下 包你浑身都发麻 紧接着 无数巴掌大的蚊子飞了过来 向两人发动了攻击 小美拿起苍蝇拍 哭斥一下就把蚊子拍飞出去 竟然把玻璃撞碎了 其他蚊子就从窗户里跑了出去 之后小帅扔出了两点 上面提示道 这次任务难上难 成群泼猴来阻拦 他们听到屋里有动静 跑过来一看 里面竟然出现一群猴子 把厨房当成了花果山 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开启了拆家模式 还向他们扔出了小李飞刀 两人不想玩了 可上面写着 只有通过后才能结束 然后小帅投出了五点 突然出现一双大脚 吓得他们站了起来 小美定睛一看 竟然跑出来一头狮子 然后张开了血盆大口 吓得他们赶紧逃跑 狮子快速追了过来 一个跳跃 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然后死死地盯着两人 就在此时 一个野人跑了出来 他拿着匕首 跟狮子对峙起来 可狮子根本不怕他 一步步向前走去 他扔下匕首用力一跳 狮子扑了个空 跑到了卧室里 野人急忙关上了门 原来他就是失踪26年的大壮 因为小帅投出了五 才从棋盘里逃了出来 他不停地感激着小帅 可他的父母却去了天堂 剪了个帅气的发型后 找到26年前的二翠 他们又玩了起来 二翠投出骰子后 上面写道 此物生长快过春笋 不想被捉虚留神 紧接着房顶钻出了植物藤曼 还从插座里冒了出来 他们长得非常迅速 不一会儿就爬满了房间 突然藤曼缠住小帅的脚 把他向外拽去 几人合力之下 竟然拽出一朵石人花 他张开大嘴想要吃掉几人 大壮拿出斧头 砍断了藤曼 这才逃过一劫 接着大壮投出骰子 山野村夫一猎神 弹无虚发不留人 突然一声枪响 猎人举着枪走了进来 大壮慌忙跑了出去 猎人在后面不断地射击 甚至连拖拨勒的车都没放过 幸好大壮熟悉地形 成功跑了回来 小美扔下骰子 上面写着 东东响似打雷 再不跑要倒霉 下一秒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书架不停地晃动着 几人快速逃跑 下一秒 书架就被撞碎 动物们跑了出来 眼看要追上几人 他们赶紧躲到卧室里 带队的是几头犀牛 紧接着是大象 还有斑马和飞鸟 突然一只大鹅跑了过来 叼起地上的棋盘就跑 拍拍翅膀飞到了天上 他们赶紧去追 大壮用一条鱼的代价 才交换回来 小帅想作弊 没想到变成了猴子 回到家后 屋里变成了原始森林 小美扔出骰子 几道闪电过后 屋里下起了倾盆大雨 随后水位不断升高 里面冒出一条大鳄鱼 他们慌忙地跑上了二楼 大壮扔出骰子后 地板竟然变成了沼泽 二翠放下木板 把手伸进去拉住大壮 这才不再下坠 小帅扔出骰子后 爬进来一大群蜘蛛 他们拼命驱赶 小美拿过棋盘 二翠用嘴投下骰子 眼看就要被蜘蛛吃掉 突然他们都退了回去 紧接着 地板从中间裂开 整栋房子被分成了两半 大壮也掉了下去 幸好他抓住藤蔓 然后打开棋盘 这时猎人冲了进来 命令他丢掉手里的东西 他把骰子扔到地上 正当猎人要开枪时 骰子停了下来 骑子终于走到了尽头 猎人扣动扳机后 子弹竟然停在了空中 然后分解成无数颗粒 紧接着门被撞开 跑出去的动物都被吸了回来 然后变成熔卷风 在空中不停地旋转 最后被吸到了棋盘里 而大壮也变成了之前的少年 他们仿佛做了一场梦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